钢铁侠的十年变化 光阴仍然时光会逝 走着走着花开了 笑着笑着长大了 苦着苦着成熟了 看着看着变老了 还记得2008年脱离的第一套战甲 由一对破头烂铁打造而成 带脱离斯大克脱离险境 随后造出了化石的意义的马克2战甲 至此钢铁侠开启了漫威宇宙 时间来到2010年 光阴霸中毒 为了活命得天天喝药 同期研发出了更灵活的手提香战甲 这一视觉感受 即便是现在看来也华丽无比 时间来到2012年 斯大克加入了复彻者联盟 为把卫地球不必入侵而努力 同时研发出了更牛的传代审美 再一次刷新我们的想象 2013年 脱离已经45岁了 为了更好的保护地球 他开发出了带追踪功能的战甲 经过多次的实验 最终终于成功了 第一口气造了20多台 从以前的单胆独斗 变成了战斗机甲群 为什么脱离会提高战甲的产量呢 一方面脱离老了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2016年不从这联盟之间也发生了内战 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脱离不得不更努力 努力维护复联的持续 维护地球的安全 这期间给兄弟班纳打造了反号客装甲 也被兄弟美国队长揍得比青年走 也许是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也许是不连人心散漫还能行 高战甲也产生了退休的想法 2017年脱离收了个干儿子小蜘蛛 给予了他百般关爱 甚至最后将自己一生的产业也交付于他 时间来到2018年 这恰好是第十年 烂米金属让高战甲再一次辉煌 各种华丽的别生让人眼花缭乱 可是这一次他的对手是宇宙霸主别霸 高战甲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生命 这次属于高战甲的时代落下了帷幕 I am, I am